今天,德国总理肖辞到访北京 与刚刚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会面 这也是自俄乌战争以来,首次有欧洲的领导人访问中国 两人讨论了关于拒绝核武威胁以及防止欧亚大陆发生危机等话题 目前德国正面临通货膨胀和能源安全危机 对于肖辞来说,与中国的良好经济关系无比重要 尽管他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声浪 但他依旧决定加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甚至还不顾内阁的反对,批准了中国的航运巨头中原海运 购买了24.9%的汉堡港股份 民意调查显示,69%的德国人称此为错误的举动 美国也对这笔交易表达了疑虑 近期,北韩接连发射了80多枚导弹 其中还有几发落入了南韩和日本的领海附近 南韩军方表示,作为回应 他们出动了包括F-35颜隐形战斗机在内的80架飞机作为回应 并且与美军一起参加了总计大约240架飞机的空中演习 五角大楼周五表示,两国的军演将暂时延长至11月5日 此外,在今天的一份联合声明中 七国集团的外长们表示 北韩的任何核试验或其他鲁莽的行动都必须得到迅速 团结和强有力的回应 不过北韩的外交部则表示 该国只是在进行合法的自卫行动 随着俄军对乌克兰电力设施的轰炸行动持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莫斯科采取了能源恐怖主义 基辅市长克里勤科表示 直到今天,全国依旧有45万户家庭停电 俄罗斯总统普廷则在今天回应称 莫斯科将继续以尊重和热情对待乌克兰人民 但他同时强调 与新纳粹分子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已经到了对俄罗斯关键时刻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表示 俄罗斯的恐怖主义行动代表了他们的软弱 因此他们无法在战场击败乌克兰 才选择对平民发起了破坏 随着今年的流感病毒在全国蔓延 卫生官员们正在计划加强民众接种流感疫苗的建议 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 从入秋到目前为止 至少有88万例流感病例 仅其签名患者需要住院治疗 其中还有360人死于流感 数据还显示 自2009年以来 还没有那么多患者出现在流感季节的早期时间 部分原因是人们在接种了新冠疫苗和加强剂后忽略了流感疫苗 但医学分析师认为 目前正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机 由于接种疫苗后需要大约两周时间才能达到最佳免疫保护 因此他推荐民众现在就应该开始行动